我 辽兰暴冷惨败首刚 球队输球揪出最差一言 解说张庆鹏痛批不流行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这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辽宁队关注目前CBA第2阶段比赛的一些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还要说一下那么辽宁队这边的惨败的一个情况 大家也知道那么在CBA第2阶段那个节目战当中北京首刚和这个辽宁队呢也是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 本身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应该是势均力敌的而且尤其是辽宁队在第1阶段取得的成绩 相当强势 尤其到第2阶段那么他们迎来了莫兰德所以呢更真的是来势汹汹 很多人也都非常的期待他们能够继续拿下10点胜 当然其实对北京首刚这边来说我们也知道林苏黄的已经是正式重磅回归出战第2阶段那个比赛 所以呢双方也都很期待说那么其实到底双方球队到底能够插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呢 而我们回顾本场比赛也可以发现的其实这场比赛确确实实呢 插出了很多的一些火花 但是我们也看到整场比赛其实实际上呢 基本上都是北京首刚这边占据一个主导 虽然说林苏豪一上场在前面两节的一整体表现的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勇猛但是呢 在他的一个状态来了之后那么其实啊在后面的两两节比赛当中呢也是表现的越来越强势 所以最终他一个人的砍下了二十几分 确实也是完成了 秦晓文交给他的一个重任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整场比赛的北京首刚这边的因为比较主动而且整体的一个公式的相当的勇猛啊 给这个辽宁队这边的一些年轻球员造成很大的一个阻碍 所以呢最终北京首刚的也是23分的大胜辽宁队那也是赢下了这个第二阶段的第一场胜利 这场比赛对辽宁队来说确确实实啊是一场包人惨败的一个结果 毕竟我们也知道本质上来说呢啊辽宁队依旧是一个本赛季的一个夺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有力的争夺者 而且在第一阶段取得的成绩我们刚刚也说了非常的不错 到了本场比赛居然输了23分那么确确实实呢也让很多球迷想不通 而我们也看到其实这场比赛的之所以会输掉比赛我觉得其实除了 上了很多的年轻主力那么他们不能够把控比赛的节奏之外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也是和这场比赛的惨败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本场比赛辽宁队的主教练杨明 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杨明可以说是本场比赛最差的一个主教练了 那么包括这个解说张庆鹏那么在本次比赛的一个解说过程当中呢 其实他也是毫不留情的挤出了辽宁队最重大的一个问题 他说了那球队需要战术去安排啊 那这句话其实说实话真的是毫不留情的说出了辽宁队目前最重大的问题 也就是杨明这边的作为一个年轻的主教练了在关键的时刻 相对比较经验丰富的主教练 他的一个战术安排确确实实呢 也是欠缺或者说也是啊比较浅显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杨明了我觉得可能在主教练这方面那些经验的确实还是比较欠缺 而且还是比较年轻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要很吃很大的一个亏的 包括在上个赛季的总冠军争夺战当中的其实啊 辽宁队在整体阵容的要强过广东队的一个情况下最终的还是惨败输给了广东队 恰恰的也是因为在战术安排方面的那不如杜丰丰富 所以呢才会非常遗憾的输掉那个比赛 丢掉了总冠军 而在这一次的一个强强对决当中啊其实也是再次暴露了 这个杨明的整体的一些技术战术安排太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对杨明来说确确实实的也应该好好去总结一下 毕竟我们也知道那么像张庆鹏呢这个啊在此前已经是推移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运动员那么在这一次呢 也是直接的指出了他那个要害的话我觉得他作为日内人士呢 肯定也是说出很关键的问题 也并不可能说因为对谁有偏见而故意去说这样的话 那他说这一次没有战术可能恰恰是说明了杨明的可能除了说去责怪球员之外的另外一方面也应该把这样的个问题呢去重视到自己的一些战术方面 另外对辽宁队的一个高层来说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派出一个 丰富的一些助理教练来帮助杨明实现一个升级打怪 让他的整体经验变得更加丰富了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他们之后的一个争冠也有很大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呢接下来也希望他们好好去总结一下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捞球拜拜